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块石头竟然和我脑海中的骨剑产生了共鸣 这里是什么 竟然是一把修计斑斑的铁剑 但能让神秘骨剑产生共鸣的宝物定然不凡 这东西还算不错 我看看 售价两万银币 我要了 薛管师 给 这 此人刚刚才将我聚宝楼狠狠贬低了一番 怎么眨眼居然照顾起我聚宝楼的生意了 其中定有古怪 且慢 我还没说将这东西卖给你 徐征还不快把你手中的钱还回去 别人要买聚宝楼的东西 这是好事啊 杨大师这是怎么了 这秦晨欠宝能力一绝 莫非他手中的长条状器物 是什么宝贝不成 正所谓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已将钱交给了聚宝楼 聚宝楼也收下了 那么此物 必应归我所有 等等 买卖讲究你情我愿 刚才老夫还未答应 所以 这生意不算成立 所谓赌宝 据是明码标价 只需付钱 那器物便算是客人所有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赌宝还要经过你们聚宝楼同意 才能拿走 哼 我明白了 你们聚宝楼搞赌宝大会 是想让王都的权贵前来试宝 若赌到了垃圾 聚宝楼就故意抬高价格 让顾客以为捡到了便宜 但若赌到了宝贝 就以交易不成功的名义 来夺回宝物 想不到堂堂大齐国最大的宝格 竟然做出这等卑劣之事 哼 不会吧 如果真是这样 也忒坏了吧 谁说不是呢 你们看 刚刚的尿火和费誉 杨大师还说是宝物呢 唉 想不到聚宝楼这么坑爹 太黑了 混蛋 我都保得钱是我孩子的奶粉钱 可恶 快赔我 完蛋了 这样子以后我聚宝楼 若可在王都立足 诸位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哦 不是这样 那又是怎样 居然是一把破剑 都生锈成这样了 好像快断了 这个 不会是那小子看走野了吧 阁下误会了 我聚宝楼做生意 同所无期 我刚才之所以喊停 只是想让阁下不要着急 毕竟我聚宝楼卖出东西 又岂能让阁下直接拎回去 徐管事还不给这位客人拿一个剑侠过来存放宝剑 怎么一点眼力尖都没有 这杨大师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 还以为是什么西式珍宝呢 还好不小心弄破了石皮 不然就要被这小子坑了 差点把聚宝楼名声都给毁了 剑侠就不必了 我自有储物宝器 凌天 我们走 哦 陈少 你太厉害了 之前那个杨大师被你记得脸都绿了 石头自己不依不饶可怪不了我 对了 陈少 你为什么买这么一把破剑啊 这可不是破剑 你不懂 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哦 哎 陈少 你的血脉不是已经觉醒了吗 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自己觉醒血脉 而是为了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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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